这是所有浩克版本中最强的一代 他拥有着导弹一样的奔跑速度 他拥有玩爆金刚狼的自愈能力 他拥有着媲美神一样的惊人弹奏 甚至还拥有着远超灭霸的恐怖力量 浩克能根据战斗怒气值的不断增加越战越强 在众都无敌浩克的影视版本中 唯有第一代绿巨人在变强的同时 还能保留人类最基本的理智和情感 可就是这么一个超越神级战力的强大怪物 却在幼年期间就开始了他悲惨的一生 班奈的父亲是一名疯狂的军方生物学家 为了能研究出近乎完美的超级士兵 他提取了成百上千只灯塔水母的免疫系统 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一种含有绿色生物荧光的特定基因 这种基因能在本体受到致命伤害时迅速获得重生 它还需要收集海星身体中的神秘物质 这种物质具有极强的断织再生能力 它将二者基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只要将这些血清注入到人类身体 就能制造出在极短时间内自我修复 甚至拥有重生能力的超级人类 可这些数据对于一个疯狂的生物学家来说远远不够 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取了海参分泌出的特殊液体 这种液体中所含有的物质 能让组织快速硬化增加本体的防御能力 在第一次灵长类实验中 猴子在基因改造的过程里意外死亡 原因竟然是触发了某种生物保护机制中的致命毒素 为了综合各种生物自带的毒性 科学家采集成千上万种生物毒素作为对比 最终他发现唯有剧毒无比的蜥蜴刚好能综合这种有毒物质 在最新一次灵长类动物实验中 他获得了远超预想中的实验结果 但军方却以危害人类身体健康为由 严令禁止科学家做进一步的人体实验 而现在近乎疯狂的科学家已经顾不得任何后果 他决定将这次的实验结果注射进自身体内 可万万没想到 自从结婚以来十年都未曾怀孕的妻子 只需一次就怀上了他的孩子 知晓一切的科学家并没有将这次实验告知妻子 而是每天观察着亲生儿子的一举一动 果然小班纳从出生那一刻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 看似可爱的外表下 一旦自身情绪受到外界刺激 小班纳的身体就会快速变绿 直到现在科学家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等到班纳五岁的时候 他的身体会随着情绪的变化逐渐不受控制 当科学家在儿子的血液样本中发现了不属于人类的神秘基因时 他彻底慌了 这明显已经远远超出了他认知的一切 身为科学家的他决定亲手杀掉这个小怪物 在母亲的拼此守护下 小班纳这才幸运的逃过一劫 而善良的母亲也在保护他的过程中被失控的父亲意外杀害 这段恐怖的记忆是班纳一辈子抹制不去的阴影 转眼间过去了20年 成年后的班纳依靠天才般的头脑 以生物遗传研究学教授的身份工作于百科莱和能生化科技研究所 虽然在这里他交到了心仪的女朋友 但由于班纳从小到大都不能受到各种刺激 这也导致他们的二人世界从来都不敢拥有激情 班纳更是做梦都想象不到 他潜心研究数年的伽马射线竟然和当年父亲研究的一模一样 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的班纳更是不知道 最成功的那个实验体就是他自己 直到在一次生物实验中出现意外 班纳为了保护新来的同事 他将身体完全暴露在伽马射线的辐射下 可万万没想到 原本那些足以杀死任何生物的伽马射线 不仅对班纳没有造成丝毫影响 反而让她的身体机能变得异常健康 就连多年前受伤的膝盖也在一夜之间完美自愈 但这种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的异常现象 反而让女友更加担心 然而意外很快就随着变异的身体快速到来 熟睡中的班纳梦到了各种各样的奇怪生物 殊不知一个绿色怪物突然在她的身体中悄然苏醒 当她再次从梦中醒来 一个奇怪的老头出现在她眼前 老头声称是班纳多年前的父亲 她告诉班纳之所以被伽马射线辐射还能安然无恙 完全是自己当初在她身体里埋下一颗神奇种 而现在种子已经被激活成一个不为人知的恐怖怪物 她临走时还警告班纳千万不要乱发脾气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原本班纳对这个疯癫的老头并不在意 直到她检查了自身的血液样子 这才发现了原本正常的血红细胞正在被一种未知细胞快速吞噬 这也让她原本不堪回首的儿时记忆瞬间涌上心头 班纳欲加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 仿佛这辈子都笼罩在那个疯狂父亲的实验当中 当她再也无法控制身体的那一刻 体内的绿色怪物彻底冲破了禁锢多年的牢笼 这是班纳第一次变身成为绿巨人 那无尽的愤怒使她完全丧失人类本应有的理性 她疯狂的冲进实验室 将眼前能看到的任何东西都砸得稀碎 就连那个上千公斤的伽马射线发射器都被她当作保龄球揪出窗外 当父亲看到儿子变成了这般模样 他不仅没有为自己做的这一切感到羞愧 甚至还为眼前这个怪物感到无比骄傲 殊不知此时的浩克已经完全失去理智 他用身体撞破楼顶 对着无尽夜空释放着自己的幕后 随即便消失在黑夜之中 当女友再次发现班纳的时候 他浑身半裸虚弱地趴在床上 醒来后的他也浑然不知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直到军方在弹破的实验室里捡到了班纳的工作证 他们当即停掉了班纳的工作将她软禁在家 谁知老班纳早就猜到了这一切 为了不让班纳被军方带走 他决定让自己的三条恶犬前去袭击班纳民友 并且打电话给班纳告诉他即将发生的一切 目的就是为了激怒班纳体内的浩克让他尽快逃离这里 可万万没想到 班纳的情敌丧彪突然出现 他没有心情听对方解释 他只想趁此机会好好地教训一下班纳 而他根本不知道此时此刻被自己安在地上摩擦的班纳 到底是一个怎样恐怖的存在 愤怒的班纳扯开他的双手丢向一旁 丧彪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班纳开始变身 真是万万没想到 刚刚还手无复机之力的科学家 竟然在那一瞬间变成了绿色怪物 他嚣张的气焰也在这一刻直接变成了液体顺腿游下 接着他就随着沙发被一同丢出窗外 看着那突如其来的怪物 慌乱之下的保安朝着浩克开始疯狂射击 可那些子弹打在身上不仅毫发无伤 反而再次激怒了浩克的神经细胞 随着愤怒的增加越来越大 就连身上紧剩的尼龙袜子都被撑破 浩克一把抓起身旁保安 就像是沙包一样丢了出去 他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前去女友身边保护他 浩克害怕自己的这般模样吓到女友 他悄悄躲在大树后面 当女友看到浩克的那一瞬间 他仿佛知道了一切 浩克将女友放在车上 两人就这样默默地注视着对方 就在这时 河岸对方的森林里突然窜出三条变异恶犬 浩克知道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他将女友放进车内关好门窗 独自面对那三条犹如怪物般的猛犬开始厮杀 虽然此时浩克已然非常勇猛 但对于同样被基因强化并且近乎疯狂的恶犬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与其殊死搏斗 愤怒的浩克越战越勇 在战斗中力量也不断加强 很快一只恶霸犬就被当场砸扁 接着就是第二只贵兵 第三只斗牛 那强大的咬合力差点就将浩克的锁骨给当场咬碎 浩克及时反应过来当场将它撕撑两半 幸运的是 浩克能凭借着强大的基因快速自愈伤口 他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小河旁 看着水中那陌生的自己 逐渐恢复成了班纳的模样 车里的贝蒂虽然深爱着眼前的男人 但班纳极其不稳定的身体也让贝蒂对她感到深深的恐惧 于是第二天她就做了一个让自己后悔终生的决定 毫不知情的班纳刚刚出门 就被暗处射来的麻醉枪击中大坨 士兵们手持武器一拥而上 他们将班纳装进钢铁制成的生化舱 然后快速将它转移到沙漠深处的秘密基地 研究人员乘坐这种纵深上万米的电梯将班纳押往内部 如若妄想从这已学班结构的基地逃脱那简直难如登天 而班纳则被下令关押在整个基地最底层的水袍之中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将她的能力批量复制 来获得更加服从命令的超级士兵 他们用强大电流刺激班纳的脑细胞 想在浩克出现的时候提取她身上的基因 然而这种操作对于浩克能力一无所知的科学家们无异于亡火自焚 在班纳变身成为浩克的过程中 水牢里的针管根本无法刺穿她的皮肤 随着浩克的身体和力量逐渐变大变强 实验舱的钢铁大门被瞬间先飞 直到现在科学家们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想用气体麻醉剂将浩克麻醉 可这些东西竟然对她根本不起多用 愤怒的浩克一脚踹开实验室的窗户跑出来 一群士兵妄想用化学泡沫将浩克封印在远处 丧彪本想趁机搞到她的基因样本 可她万万没想到 这一举动彻底将浩克激怒 再次膨胀变大的身体将泡沫快速撕裂 士兵们见状撒腿就跑 唯独不怕死的丧彪拿出了一颗名为前期的高科技导弹 既然活得标本无法采集 那就干脆从死亡的浩克身上踢去 而下一个 眼看事态正在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将军命令士兵立刻将基地全面封锁 殊不知现在为时已晚 到处乱团的浩克已然在基地内部肆意破坏 将军命令士兵携带武器朝着浩克疯狂攻击 殊不知那些子弹打在身上犹如挠痒痒一般 除了能让愤怒的浩克更加强大以外 根本起不到一丁点作用 就连将军所在的指挥中心 都被浩克的铁饼瞬间砸成废墟 为了防止浩克将整个实验基地毁于一旦 无奈之下将军只能被迫打开紧急逃生通道 他妄想在茫茫沙漠无人去利用重型武器干掉这个怪物 可万万没想到 刚刚逃出来的浩克就以超音速疯狂奔跑在沙漠之中 这种速度远远跟不上他的需求 只见浩克纵身一跃就是十万八千里 本以为这么远的距离已经相对安全 谁知一颗炸弹刚好落在前方 浩克起身看了一眼受伤的肩膀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愈合 还没来得及反应 天空突然出现伤害更强的极数炸弹 浩克再次纵身跃起 他朝着沙漠的方向飞了过去 看着那一个个的炸弹落在身旁 浩克才发现自己仍然还在军方的攻击范围 远处的四台坦克也证明了今天的这场恶战在所难免 浩克干脆正面朝着士兵冲了过来 他迎着重型机枪只需一轴就将其掀翻在地 此时的坦克就如同千球一般被浩克快速甩起 随着他用力一甩坦克瞬间被抛出数百公里 这一幕直接吓傻了一旁的士兵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坦克被浩克撕成两半 他高举坦克不断晃动将里面的士兵给倒了出来 尽管善良的浩克并不想伤害人类 可他挡不住身旁全都是想要他幸运的士兵 浩克一怒之下领起坦克朝着他们走过来 那手中的炮管此时就像是一把衬手的武器 他并没有通下杀手 而是将坦克的炮筒强行掰弯来警告里面的士兵 就算是浩克并不愿意有任何杀戮 罗斯将军也将他是做潜在的威胁 他立刻派遣能用得上的一切武器装备 目的就是将这个绿巨人彻底抹杀 将军这次随着在满武器弹药的四台直升机一同前往 看似荒无人烟的平静山谷 下一秒他就被武装直升机给盯上 他们瞄准浩克的脑袋疯狂射击 浩克轻轻一跃就将其击落在地 只需一个过肩摔 一拳就砸毁这台直升机 将军命令手下瞄准浩克发射地域飞弹 可万万没想到这种导弹根本打不中身体灵活的浩克 那一颗颗的炮弹在他身边不断爆炸 就算是瞄准到位也会被浩克轻松弹开 被浩克逼疯的士兵直接发射了跟踪导弹 事实证明他还是严重低估了浩克的能力 只见浩克抓起飞弹 当场咬下弹头一口吐了出去 眼看将军还不准备善罢甘休 浩克干脆纵身一跃躲进了戈壁滩的成片石灵 士兵见状直接将石灵移为平地 将军知道这种攻击并不会对浩克造成实际伤害 可无奈飞机燃油已经见底 他们也只能返回基地暂时作罢 然而万万没想到 浩克竟然再次朝着城市的方向快速移动 为了不引起城市恐慌 浩克选择跳上跨海大桥来躲避军队的追捕 虽然躲避了低空飞行的直升机 但他却成了高空战斗机的火把子 一梭子下去屁用没有不说 反倒差点撞上队友的直升机 慌乱之下飞行员只能改变方向快速闪避 那极快的速度使他根本无法躲避前方大桥 浩克眼看大势不妙 就在飞机即将撞击的那一刻 他纵身一跃跳上飞机压住尾翼 这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将军见状不仅不知感激 他甚至命令飞行员将战斗机开向大气层外 试图利用高空坠落的方式将浩克摔成肉泥 眼看上升高度已经到达极限 浩克用头部撞击的方式来提醒驾驶员赶快迫降 可他依旧听从命令一脚油门猛踩到底 直到飞机爬升至6万英尺的高度到达极限 浩克终于在低温低氧的情况下松开双手 在坠落的过程中 他似乎梦到了班纳 浩克从几万米高空坠入大海 为了确保他能葬身其中 飞机疯狂地朝着他的方向投放深水炸弹 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 此时的浩克早已顺着地下管道迅速游荡在城市中央 他的愤怒似乎已经到达极限 再怎么厉害的武器也无法伤他分毫 就在浩克拾起砖头想要还击的那一刻 他看到了飞机上的女友 眼看浩克的愤怒慢慢平复 地面上的士兵将他迅速包围 在看到女友平安无事的那一刻 他的身体也慢慢地变回了人类形态 善良的班纳不想伤害人类 他心甘情愿地被军方再次带回实验基地 而这次等待他的则是专门为浩克量身定制的超高电压实验舱 只要他有一丝过激行为 就会立刻被高压电烧成灰烬 如今老班纳也被军方抓捕归案 军方本想趁此机会将父子二人一同执行死刑 殊不知这一切都在老班纳的意料之中 原来在浩克被军方关押的这段日子 老班纳做了一个疯狂的举动 他偷偷潜入军方的秘密实验基地 将16台伽马发射器对准自己 在吸入了足量的实验气体过后 老班纳成功将自己彻底改造完成 此时他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越了人类所能认知的一切 看着刚刚被划破的手掌瞬间愈合 身体内部的基因也能在那一瞬间和周围的事物融为一体 这种任意掌控身边周围事物的超能力 也让老班纳的内心彻底扭曲 于是他决定联合强大的绿巨人一同改变世界 可不管他如何劝说 班纳都不为所动 因为他非常憎恨眼前的父亲 将他变成了一个人人惧怕的恐怖怪物 他只想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生活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 老班纳眼看儿子游言不尽 他干脆抓起身旁的高压电缆就咬了起来 对于别人来说这种行为无异于找死 可实际上这却让老班纳直接原地飞升 他凭借着强大的力量化身成为电光人 本想用高压电制裁父子二人 却不曾想如今整个城市的电力全都被他一人吸收 在父亲的刺激下 班纳也不受控制的再次变身成为浩克 那一瞬间老班纳化身雷神将浩克凭空带走 他们穿越万里云层 最终掉落在一处深山湖泊 可谁知老班纳再次与岩石融为一体 浩克再也不想被这个疯狂的父亲所支配 他想立刻杀掉这个毁了自己一生的家伙 浩克搬起化为小山的父亲将其丢入湖底 却不曾想老班纳再次变化形态成了湖水 既然儿子不想和自己共创大业 那就干脆将他的能量回收为己用 老班纳把浩克拖入湖底开始吸收他的能量 浩克越是愤怒 他吸收的能量就越多 浩克从未有过如此愤怒 那源源不断的力量从身体内部无限迸发 无尽的能量全都被老班纳吸收殆尽 但很快他就到达了自身承受的最大值 就在他被无限能量称的即将爆炸的时候 罗斯将军命令士兵立即发射伽玛导弹来摧毁二人 那一瞬间的爆炸彻底结束了父子二人多年的仇恨 仿佛整个世界都再次恢复平静 当所有人都以为班纳父子从此不复存在的时候 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 在地球的另一段的无名小山村里 出现了一个名叫班纳的年轻人 即使是在昆虚的地方 彼岙刚来疑不便宜 是不是有迷人员 不停的